好 主播国民党立委参选 同时也是新北市议员的 廖先祥之前才被爆出他的爸爸廖正良 涉嫌在新一职的这个 前东路上来违法的经营停车场 那现在又被爆出 原在另外一块地 就是新台五路二段这边呢 那他的父亲一样是违法经营停车场 而且还占用国有地 那占用地就是新北的养工处 以及交通部公路局的 两块的国家保护土地 那今天早上呢 这个民进党的新北议员党团 也开记者会质疑新北市府包庇六家 我们听一下他们说 在这个会刊记录里面 交通部公路总局第一养护工程处 明确地指出这块土地 已经交给新北市的 公务局养工处来管理 也就是两年前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有这个违法的停车场 但是养工处有违管责任 却没有进行处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我们上一次提到 第一波被揭露的 这个在加东路的停车场 昨天局长们也说 没有收到公务局的围管 这是民国 103年2月27号的公文 里面明确地提到 省公路经新北市行政区域部分 委托给新北市政府管理的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新北市议员是拿出公文来证明 其实在民国110年 就是两年前的时候 其实新北的养工处就已经知道 这块地其实是被占用的 不过似乎他们是没有做任何的处理 那现在被爆出来是直接占用了两块 最后新北养工处之外呢 还有这个交通部的公路局的地 所以新北市议员也质疑 是不是新北市府呢 听到是廖家就转弯 那希望他之前可能他们违法赚的钱 希望可以吐出来 该还的就还 那该罚的就罚 而稍早的时候呢 廖先祥也发出声明 他说针对这个父亲的违禁呢 向社会大众来致歉 那他们用行动积极地来处理 不过这也让这个民进党 新北市议员言卫子怒了 他直接说呢 就是廖先祥不要说自己不知情 因为在这个新台五路的 这个停车场上面一块招牌 上面就写的这个廖先祥 服务处的电话 所以不要再说自己不知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